欢迎各位再次收看古布吉射的兵型金刚分享时间 我今天的话呢 心血来潮给大家拍个节目啊 很久没有把这个 第四集的时候的周边商品啊 这个头罩式的OP 给带上去了啊 上面很多的回忆神 当然有很多的回忆啊 那今天是12月1号 2023年的最后一个月了啊 今年的话呢 比较特别对我来讲是人生一个非常重大的 一个转折 那更多的事情我可能年末的 最后一个小特辑 再跟大家来做闲聊 那么 我前一阵子的话呢 11月底 11月20号 22号前后 我去了一趟深圳啊 那我顺便给自己人生做个记录啊 我去深圳做什么呢 因为就是我之前呢 我在B站啊 我有一个负责就是取款的一个银行账户 就是账户发生了异常 那从7月份开始就异常了 把这个银行的这个东西给解决了 但是实际上没有解决了 为什么呢 因为去了之后呢 才知道那张卡呢 原来上面的名字是我妹的名字 不是我的名字 说这个真的是很乌龙啊 那张银行卡是我老妹办的 不是我办的 我自己都已经忘记这件事情了 太久了 因为从 我是从09年就已经离开大陆啊 所以真的十几年前的事情 我真的都忘了 anyway就结果也没有白跑一趟啊 就是说后来我还是去了 其他家的银行办了 属于我自己的一个银行账户 那因为这样的关系呢 我就可以开通其他一些 网路平台上面的一些业务 反正也不算完全白跑一趟啊 当然更好笑的是呢 我后来 我到前两天我才发现 原来B站上的这个流量分通 也是可以透过支付宝来领取的 所以其实我这一趟 其实根本就是可以不用去 但是我还是说了 我觉得也没有完全白跑一趟啊 除了我自己就去到当地呢 办了一张 属于自己的银行的一个卡之外呢 我也算是第一次去深圳啊 我是讲一下我的感受了 因为我去的地方呢 其实还算是深圳 比较偏远一点的地方 但是呢 那个街道的整洁啊 就是几乎24小时吧 因为我刚到那边的时候 甚至我有到晚上12点 晚上1点呢 我还有到街上去吃烧烤的 那个即便是到了半夜呢 还是有负责打扫街道的 这些叔叔阿姨们啊 就把街道打扫得非常非常的干净啊 然后地铁的部分呢 因为我从通过黄岗口岸 然后去到我这个小朋友的妈那个地方 我跟她会合有的没有的 反正中间的地铁的话 你还要转车要转两次 那这整个地铁的话呢 就是很大很干净 然后路线很通达 最离谱还是就是 对它的整洁度 舒适度我是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意外 非常非常的惊讶 比所谓的台北捷运的话呢 真的是要干净的很多 然后窗明激进这样子的 以及各种各样的 就是逐渐无人化的这种 就是这种管理的这种方式 流动的这种方式的话呢 会让我很震撼 以及我看到的吧 可能我 可能我去的地方的限制 或者是我当天的看到就刚好是这样 我的感觉 我在深圳的时候 我感觉都没有人 没有人在看我的 就是说 当然不是说我 当然因为我没有戴这个 如果我戴这个面具 可能很多人看 所以说 我发现大家都各走各 各忙各的 然后走路的速度呢 其实不快 但是也不慢 大家的那个好像就是一个 就自己 过自己的一个tempo那种感觉 说它冷漠嘛 有一点 但是你也可以说 那是一种很自由的感觉 就是大家互相之间就是 就是彼此在自己应该走的路线上去行进 我觉得这个感觉挺妙的 可能 可能未来的未来 把人和人之间的互动 可能也就像这样 大家都各过各的 我觉得也挺好的 我算是 这一次是有去见识到这个画面 我会很难忘 非常难忘 我相信 未来应该还有机会再多去大陆 就是我现在正见什么 就是这个护照 还有这个 就是现在不叫台宝证 叫好像台湾居民什么什么 通行证什么 这好像已经换了名字了 因为我觉得以后 日后去的机会 应该是会比较多的 那就也记录一下 我这几天的一个状态 好了 那最后的话 就顺便12月1号了 我安利一下 我自己今年的东西好了 就因为我今年4月份开始之后 我就离开了前公司 我现在自己做一个独立的摄影工作 然后每年的年底的话 我都会跟几个COSER配合推出实体的写真本 那今年因为已经全职在做这个东西 所以我有扩大一些 就是扩大一些经营的目标 那今年一共推出了三本 那你就当我再安利一下 你也可以支持我 也可以看看就好 反正也是给我自己生活做个记录吧 那我就把今天今年这几本的话 给大家做个分享 其实就是要跟大家说 有啊 我有出十几本了 对不对 大家要不要支持一下小姐姐 对吧 这本的COSER是肉依 肉依的话 大家可能前两年 大家都看过 我去年已经跟她配合出过两本 那去年的两本都是在贩售会 当天就全部卖完了 非常卖得非常非常的好 那我们去年结束的时候 就已经决定好 今年会再推出本 那当时我们就讨论一下 我们要出什么 就出这个 这个上面的几个人物 应该大家都 应该都认得出来 不知火舞啊 对不对 Blue Mary 然后这个是弑魂的那个 Nakorulu 这个的话 大家你可能要稍微想一下 这个是这个合金弹头 或者叫越南大战里头的Feel 然后这些全都是SNK的一个 女角 那当时我们就确定 就是说要挑选这个系列 那这个拍摄过程 长达九个月 我们从今年的二月份开始拍了 一直到整整到了将近十一月 才全部收工 那这个内容的话呢 就是一般来讲 我们的内容的话 就是会四个角色 对不对 但是每一个角色的话呢 我们会准备 两个造型 我随便吧 这不知火舞的泳装部分 然后看一下 其实我们这一次 就我不要翻得太开好了 就是从中间夹一下好了 这个 因为这一次的话 其实你如果仔细去看的话呢 就是你会发现 不知火舞的这个 不知火舞的夜数 会是最多的 因为它 在整个拍摄过程中 我们在宣传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很多人对不知火舞 非常有兴趣 所以夜数上 它会稍微多一点点 那每一个角色 会有两个造型 就是会有一个 所谓的症状 然后还会有一套 它的泳装 就比较清凉的造型 那会收录八个造型 给大家看 然后这一本 一共是七十二页 印的质感挺好的 然后这个书的名字 我们本来的话是 本来是要叫做 SNK Cross Roy 就是SNK乘以Roy 本来是要取这个名字的 但是像我们这种 常我们玩 比较久的 你就会知道 这种规避版权的重要性 你直接把SNK的名字 给打上去 我觉得是不是有点冒险 所以我就跟SNK 台湾这边的一个课长 我就跟他联络了一下 你们也不要觉得说 我是不是在吹牛 我怎么能跟SNK 台湾的这边的工作人员 怎么会有认识 而且是管理级别的 这个确实是 我是跟他们在5月份的时候 有接触过的 什么原因的话 也有机会再跟你们说 我就问了一下他们这个课长 我说这个书名这样行不行 他说是最好是不要了 虽然说我们印的本书只有几十本而已 但他觉得还是最好是不要 所以 我也觉得还是最好是不要 没事就没事 出事就很麻烦 所以后来把这个名字改成这个 就是Team Up with Zoe 也就是说跟Zoe一起组队 这个也符合 就是King of Fighters 就是拳皇的话 你要组队参加作战 这个是一个 这本书的一个小故事 就是拍摄过程 长达 将近9个月 然后印象最深刻还是这个 Nakoruru 这个老鹰是真的 跟各位说一下 这个老鹰是真的 那运气也不错 就是有朋友愿意把这个老鹰的话 就带出来支援 这是活的老鹰 就是拍摄的当下的话 就是 你看 拍摄活体的老鹰是很困难的 这个画面你不要看一张照片 这个其实NG的大概有10次 就是你要刚好take到老鹰飞出去 然后你还要COSA的表情管理 要刚好正确的话 其实是要一点运气成分的 那这是制作成本也是最高的 我要花一张3000块台币的罚单 这个我们开车的时候 在路上的时候 这个妹子没有系安全带 被罚了3000块的一个台币 好了 再来就是第二本 我这一集的话就聊聊这些写真本的故事 这个叫做兔子偶像育成 我们几种 偶像育成计划 然后这位COSA叫做微笑小兔兔 他是我今年第一次配合的对象 那么我其实去年 我之前的话在台湾的这种漫展上 拍过他几次 他是一个气质很好的女生 然后也是能高马大的 然后因为168公分 裸足168公分 穿上鞋子都是超过170 甚至有时候会到175公分 这一次他挑选了这个角色的话 是两个原神的角色 还有两个VTuber的角色 对不对 Toba跟Nene 然后就是原神的尼路 然后就是原神的芭芭拉 我提一下 其实我们在拍这两个人物的时候 是外拍的层层比较多 其实当时很多路人都围观 因为小姐姐出的真的是挺可爱的 我翻译一下 比方说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 芭芭拉 这个是我们去海边拍摄的 对那当天的这个气氛啊 光线啊什么都都很好 这个真的是看上去非常阳光灿烂的小女孩 对吧 说小女孩 其实今天她也20岁了 然后我自己最喜欢的话呢 其实我自己最喜欢的是尼路 其实甚至我当时跟这位COST提出合作计划的时候 就是冲着她的尼路 我觉得她尼路出的很不错 所以我就去跟她提了 然后后来就 就大家观念上都还蛮契合的 然后这是Nene 好 那非常愉快的合作 而且她的制作过程很短 非常的短 我们只用了就约了四次的 只出动了四次的拍摄 然后就把所有的内容全部都拍完了 而且用很高效的速度 她是拍的时间来讲啊 还有送件还有完成的速度都是最快的 甚至目前为止吧 以目前开的预购预购的这个成果来看 她目前也是No.1 她本身的fans的量非常非常的多 那我就不得不提一下 我在挑选合作的coser的时候 我会很重视 很重视她这个人平常在发文 她是不是有没有什么 就是太多的负面文 或者是说在网络上去挂人 去黑人这些 如果有这种倾向的coser 基本上我都会 就是好吧 就是大家当个网友就可以了 要进一步合作 对我来讲可能是比较困难的 然后这是一个非常优质的 可爱的一个coser 据说她是玩了五年了 然后我曾经问过她 你大概出过几个角色的造型 她跟我说五年大概两百个吧 我也不知道五年两百个 你是平均是每个礼拜出 每个礼拜每十天就出一个角色吗 很优质的一个女孩子 推荐大家 如果有兴趣也可以参考一下这本 这本比较薄 这本是64页 但是质量的话一点也不输 然后由于今年的一个时间的话 我发现了我好像还可以再制作一本 所以后来我又找了第三位的coser 这个是去年下半年开始有合作的一个妹子 当时是做电子写证 那今年的话因为她的气图心可能比较强一点 她就说也想要考虑出个实体本 然后当时的话 当时的我是非常正在沉迷着我推的孩子 然后我就后来就跟她提说 你对这个题材有没有兴趣 那她就有 那于是的话我们就配合的很快 就很快的也就敲定下来 这位育前应血小姐 她的身高跟刚刚的小兔兔一样 她们两个都是168公分 她体型比较修长 更修长一点 那她一个人的话呢 就把我推的孩子第一季里头出现的五个角色 就黑川倩 有马加奈 妹母 还有这个是星野路比 那我们另外还有做一个小别册 这个有一个小册子 小册子的话有32页 就是A5的尺寸 这专门星野爱的部分是全部单独只收入在那一本里头 我忘了把她拿过来了 就是 其实她有一本 就是她第三位构车 她的本是最多的 她是有一个72页的实体本 还有一个小册子 32页的A5的版本 所以她的照片量是里头最多的 也是制作的时间花费最长的 她可能是从 我记得我们是从7月份开始拍 然后到10月拍完 三个月拍完 但是她的工作量是最大的 那实际上的话呢 我自己也是比 相较于其他两位比起来的话 她的题材拍摄上真的是 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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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奇特的经验 因为她一个人 hold完了里头五个角色 那变成说她必须要扮演 其中五个人物 而我自己来讲的话 我自己啦 我自己啦 我自己的话呢 就是对这五个人物里头 其实我最 care的是这个黑川前 如果说这个 这个是 也就是我当时在想要推出 我推的孩子的本的时候呢 我会很在乎这个Coser 能不能驾驭黑川前 其他四个角色 我可能还不是那么在意 但是黑川前 我非常非常的在乎 那她是我目前认识的 就是说我还能够 约着洞的Coser里头吧 我觉得她是 能够驾驭黑川前 我觉得她是驾驭的 最好的一个 她的侧面 侧脸真的是挺好看的 然后她的 我自己看一下吧 她的这个什么 我记得她的 尤玛加奈有一张 特别给各位看一下 其实特别她在出尤玛的时候 特别讲她出尤玛加奈的时候 但她其实精神有点恍惚 但是我觉得这个 精神有点恍惚的样子呢 其实也有一点像 尤玛加奈的形象 那这一本里头的故事 可能也会相对来讲会比较多 那我都有稍微用文字呢 写在这里头 我比方说 比方说吧 比方说 我翻一页给各位看一下 我就会把那个 一些文字写在下面 比方说像我们在拍这个 这一幕的时候 这一幕的时候 那旁边有一个小男生 在看我们 那我把这些故事 就把它写在 顺便写在书里头 这也是我第一次 在写真书里头呢 有加入当下发生故事的 小故事 直接写进去的 所以这一本的内容量 会是最多的 好吧 那就今年的话呢 就是非常感谢 这三位有做的扣神 那我今年的就是 OK 今年的总成绩单的话呢 就是看这三份啊 卖的怎么样 我相信 应该成绩也不会太差 但是还是需要 希望各位能够协助我呢 把它全部卖光 甚至可以加印了 好吧 那以上呢 就这一集的案例 也就是最近我的生活的一些心得 特别是去深圳之后 回来的一些感受 真的是开了眼界啊 然后感受到一个不同的世界 那就祝各位的话呢 也都在今年的最后一个月的 能够过得开心愉快啊 那12月份 四个礼拜 每个礼拜呢 都有漫展的长次活动 我可能还是会 相对来讲 应该可能会比较 时间 说多有不多 说少 我觉得一下子算了 就不要预设自己会很忙了 反正每天也不是难过嘛 对不对 那今天就给各位记忆到那边 非常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 by bwd6